万万没想到北京WB的职业选手子墨 也有身败名列的一天 非常不幸这位职业选手 败于吕德华之手被载入吕氏春秋 甚至游戏开始 德华还被洗手克制 开局对面法师抢完线后 就来偷德华的小猪 德华则是不慌不忙进行消耗 最终逼出了对面法师的闪现 而后卑微的德华不仅直接给露娜 放了整拨中线 还主动给其打篮 成为完全的工具人 就这样德华经济已经向苦助看齐 胜负的决定权直接掌握在打野和射手手里 露娜击杀对面孙上香后 德华也是获得了一个珍贵的助攻 接下来平稳发育到10分钟 我帮露娜断大被击杀 但好在我帮公孙黎也击杀了对面原流 所以问题不太大 然后双方在暴君处 一直拉扯到11分钟 露娜和木兰复活加入 终究是对面打野大残后 我方控下了暴君 随后对面强行换掉了主宰 但是却被我方拦截 看到露娜乱绣德华也是及时加入 成功分到一个人头 这一波对面溃败猝死 直接让我方拿下水晶 德华也因此成功把对面子墨 带入女士春秋 10秒工作了 10秒多 快大伤把他赶走 赶走赶走赶走 没关了 没尽叫 你还有一个逼 你你你 看他对面有哪位大活 哎呦 宰出紫色 一次没事 哦对面也有职业 紫末 能进我女士春秋 证明你不是一个泛泛之辈 只能说如果你是泛泛之辈的话 你进不了我的女士春秋 十月十六 十月十六号 增机 你没看错 这几日 女士春秋 一直在连载 不是我天天介号 而是 自己的 实力上来了 天天混迹高风 今天的幸运儿 苏州 ksg 靓雨 还有 大国标 木灯 木霸 一种东西 什么 地形一片 半线资源 两种 战霸游戏 临死完 倒霉蛋你不是说吗 啊对 啊对 对面的 倒霉蛋 有幸运儿肯定又倒霉蛋了 对面的倒霉蛋 也不是 吴云之辈 是谁呢 问的好 你在写书吗 北京 WE 紫墨 卖家 大国标 这个叫什么 源流 samen 这种